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个今天介绍的这个汤是一个素汤 不过如果喜欢吃肉的朋友也可以加些肉 这个汤很好功效的 是当你食制了 想烧脂减肥是很合用 先介绍材料 牛磅50克 红萝卜50克 粟米1条 西兰花100克 已经浸了的木耳30克 山楂10克 杞子15克 红棗5粒 水10碗 做法牛磅红萝卜也要去皮 洗净切片状 西兰花和粟米洗净切一件件 黑木耳浸软后 去到硬块洗净的杂质 就可以切一片片 山楂洗后 放入沙布袋 袋口扎实 红棗清洗去核备用 杞子也匆匆洗 把水煮滚 加入山楂 大火煮20分钟后 转小火 把沙布袋里的山楂 拿走 然后将 其他除了杞子之外的所有材料 加入这个汤里 继续用中火煮所有的食材 熟透了 再加杞子 再煮5分钟 就可以食用了 这个汤全素 所以你可以加少少素食冬菇的粉 进去作为调味 如果是喜欢吃肉的朋友 你可以煮一些肉丸 在这个时候熟的 再加一滚 肉丸熟就可以食用了 这个好像一个沙窝 又有汤又有菜 汤功效很好 因为 有山楂 可以有 烧枝 化食 烧制 对于 吃得多 人肥了 或者吃得多 消化不好 又有高血脂 高胆 固醇 高血压 就很适合 特别是减肥的朋友 这个汤 值得你试下 这里的份量大约是4-5个人 而且食材里面的份量和内容 可以依你个人喜好加减变化 你喜欢可以加多些 椰菜花也可以 再加各种 菇类亦可以 牛榜 姓寒 未辛苦 有清热解毒 疏风利咽喉的作用 红萝卜 姓 美甘 健脾消食 保肝明目 清热解毒 很好 粟米是圣瓶未甘 有调中开胃 降血脂 利胆功效 西兰花有丰富的维他命C 和善食纤维 还有 抗癌的多种营养成份存在 黑木耳 是美甘圣瓶 归胃大腸经 有很多丰富的铁质 可以防止缺铁性的贫血 素食者吃这个是补血很好的 又可以预防血栓 多数是防止动物触氧硬化 和观心病作用 而它本身有很多胶质 还可以清洗你的腸胃 增强你的免疫力 至于山渣 有很多维他命C 和胡萝卜素 又可以 扩张 动物 和 震静的作用 可以消食 又可以活血化鱼 足尽食育 降血压 降血脂 和活你的心血 至于杞子 有滋补肝腎 亏损导导致的腰膝酸软痛 头昏 眼花 眼干 或者容易流眼泪 而红组 可以保皮益气 养血安神 所以这个汤 各种材料都各有它的特色 整体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健汤水 所以希望你喜欢 多谢你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